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Sona输人带来的DOTA2比赛结束 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Ti6的一个公开赛 邀请赛的这个公开赛的环节 那么现在这个其实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可以说是预选赛的正赛阶段 那么预选赛正赛阶段呢 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中国的一个参加这个预选赛的十支队伍已经都出来了 分别是给大家报线 队友名称是VGR 同服 CDC WINS IG CDCY IGV E-Home VG和牛BY 基本上国内的这个老牌强队都还是在的 不过好像有一支队我淹死了 CDC AE队是淹死了 CDC AE是让牛BY还是让IGV给怼了 被淘汰掉了 没有能够成功的进击到这个预选赛 那么预选赛的这个情况呢 大概是这样 就是现在这十支队伍会分别进行一个BOE的一个小组赛 BOE的一个单循环积分赛 也就是说每支队伍都会与其他队伍进行一次交手 只不过是一个BOE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是以这个所有的队伍进行BOE的积分赛 小组第一名 积分赛第一名的队伍是直接晋级到主赛式 然后呢 第二到五名是晋级到一个淘汰赛 晋级到淘汰赛的话呢 就会进行一个四支队伍进行一个双败BO3的这个淘汰制 淘汰赛 就是说小组赛这个积分赛 积分赛环节第六到第十名就直接白白了 然后呢 淘汰赛的剩下的四支队伍也就是二到五名四支队伍是进行双败制的BO3淘汰赛 就是分胜败者组的一个BO3 然后第一名直接晋级到主赛式 第二名呢 则是晋级到这个外卡赛 所谓的第二名的也就是这个败者组冠军 实际上是败者组冠军 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能够打到这个胜者组冠军的话 当然就直接进行主赛式 但是如果你能够打到败者组冠军的话 也是可以有一个外卡赛的名额 所以这个比赛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残酷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节目呢 是一个WINS对战CDCY的比赛 今天的比赛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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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 我大概 我大概数了一下啊 我大概数了一下 今天进行的比赛应该是有 十多场 大概有十多场 我算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不是十多场 是二十多场 一共是八组 一共是八组比赛 每一组是同时进行三场 这样的话一共是24场比赛 今天 那我肯定不可能今天一天把所有的比赛都说啊 它是每一组同时开展三场 我只能是挑一些比赛给大家说啊 那么没有能力完全给大家说 那我会找一些比较有特点 比较有看点的比赛 那么给大家说 然后其他的比赛呢 有能力我给大家做一做集结 实在没有能力的话 就没办法了 如果大家发现有哪些比 哪场比赛非常精彩 但是我被漏被我漏掉的话 那么欢迎大家能够跟我联系一下 欢迎大家能够跟我联系一下 然后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一下 不要在弹幕里告诉我 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然后由于昨天给大家做的那一期节目呢 做的那个两个半小 将近两个半小时那场比赛 做完以后自己这边也是 一直补觉补到下午 然后这时候才刚刚醒 起来以后游几场比赛已经是漏掉了 那么我们就来大概回顾一下 看看用哪场比赛的这个选人啊 BP方面比较有特点 我们来带给大家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CDCY的一个先班先选 上来是搬掉了小精灵和隐刺这两个点 双方都没有扮小狗 都没有去扮小狗 Winz则是扮掉了土猫和赏金 然后选人方面 CDCY一手抢兽王 Winz则是拿出了大牛 加上虚空的这个组合 这个大牛这个英雄 在最近被大家逐渐的开发起来 就是实际上被OG 被OG拿出来的比较多了以后 大家对这个英雄也是研究的比较多 确实这个英雄 他可以当很多的功能性来用 就这个一个英雄 就很多的流派都是可以配大牛这个英雄 比如说你走一个减甲流 减甲流也可以配大牛 你走一个魔法爆发流 还可以配大牛 你走一个后手团控也可以配大牛 你打一个先手也可以配大牛 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牛的一个英雄 只不过就是这个英雄 由于他的一个控制特点不是特别的稳定 所以以前就是大家在那以前的版本 为什么不去强调用大牛 就是因为以前的版本 大家强调的是硬控 就是说拿阵容的时候要有硬控 有爆发 然后这个是过去认为比较好的阵容 的一个共同的两个特点 大牛的这个控制呢 第一个是不是硬控 第二个过于不稳 第三个是打一下就行 所以这个缺点也是比较多 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大家对这个英雄一直不是很器重的一个原因 后来他被逐渐的开发出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虚空这个英雄的崛起 然后包括凤凰这个英雄的崛起 也实际上这个大牛在上场的时候有更多的这个阵容体系可以去搭 三四手的搬人方面的CDCY是搬掉了DP和凤凰 而Wins则是搬掉蓝猫和帕克 搬了两手中单 在第三手拿人方面的Wins是拿出了一手米拉拉 拿出了一个老虎 但是不知道这是一个第二位的老虎 CDCY在第二手拿出一个复仇之魂 也是为了制裁一下这个虚空 实际上就是为了救一下人 说制裁这个是咱们说的尽量好听一点 CDCY第三手拿出了一个蝙蝠 由于这个天六天六的这个比赛 现在也就是慢慢的这个重要的队伍的比赛也多起来了 由于他这个赛制啊赛制规模比较大 整个比赛比较大 然后比赛呢比较密集 赛程比较紧 比赛的队伍非常多 比赛的场次也非常多 所以我不可能有能力一个人把所有的比赛都说出来 还是大家如果看到精彩的比赛千万要告诉我 我不想就是漏掉一几场比赛无所谓 但是呢咱们尽可能不漏这种精彩的比赛 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双方的一个BPM WINS这边又果然是掏出了野落子 拿了一种毒狗 拿了一个关键组合 毒狗的D加上老虎的这个剑 这个组合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打出来的 因为毒狗的这个D的时间特别好掌握 它的进步持续时间是2.5秒 这个时间长度对于老虎来说其实非常合适 过长的这个进步的时间也不是好事 因为过长的进步时间会导致你这个射箭的时候 不是很好掌握这个射箭的一个时机 2.5秒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适当的一个 像黑鸟的那个关 黑鸟的一个关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他们自己用这个黑鸟加老虎的体系 就是经常射不中人 就是这个时间不好预估 T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毒狗的这个T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些 CDCY则在第四手是拿出一优鬼 看一下最后一手的班人 看看Wins怎么考虑对方这个阵容体系 这个中单是对方是要再拿一个中单出来 打一个三号位的蝙蝠 还是有可能打一个中单的蝙蝠 然后再拿一个三号位出来 这样的话他应该是猜测对方是一个 三号位的兽王中单的蝙蝠 大狗有鬼拌了一个酱油 而CDCY则是拌掉了一双蚂蚁 Wins这条这种体系拿出来也是相当恶心 我觉得Wins这支队伍有前途 别的不说路子野 人帅不帅 但是说反正路子是够野的 各种野路子 在中国一线队伍最青黄不接的那个时代 Wins也是成功的扛起了中国大旗 那个也是拿到了一届冠军 另外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 也是让很多玩家 这个DOTA玩家 一些具有娱乐精神的DOTA玩家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VGR那边 VGR那边 Nono又是有些事情 VGRNono有些事情 是没办法去参加这个TI6了 所以这样的话 是由我们的战神期代替的出战 我在微博当中 也是在第一时间汇报了这件事情 大家也是可以提前 如果关注了微博的朋友的话 应该是早就知道了 不用再等到我的视频 当然了我在微博里面说的一些事情 也会在这个微博 在视频里面说一下 因为有些观众只看我视频嘛 咱们有些圈内的新闻呢 能够了解一些就了解一些 那么最后一首CDCY选择 是拿了一首先知 这个 先知加上蝙蝠这两个英雄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建议大家拿 在自己打的时候 能不能拿到一起 Winz这边 跳刀跳刀的美杜莎 中单美杜莎 三号位老虎 这个有意思了 一号位的虚空 不过这个 他这套阵容体系拿出来的话 还真的是有点恶心 你别说 看一下上来抢活的情况 CDCY直接TP到了上路 Winz好像是不打算出去 直接是走出去 再看一下眼 大牛身上一个 老虎身上没有 美杜莎身上没有 毒狗身上一个 震弹各有一个 这个地方也是出现了一些路向bug 刚一出门没有加技能 就有一个魔法盾 然后身上还挂着两层油 这个路向bug 我觉得确实刀团在这个方面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其实出现了已经很久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 VS上来在这儿做一个眼的话 这种眼位如果说没有能够 用这种眼位反到对方的眼的话 这个眼位其实做的挺浪费的 说实话是挺浪费的 除非他用来在这个地方去月线压人 注意一下对方的可以在这儿看到对方的位置 月线压人去压经验 这样的眼位还有用 但是听你这个阵容好像压不住对方经验 一个VS去打烈士路的老虎 好像点不过这个老虎 双方这个下幅应该是要打起来 边的幅得开始给跌油 毒狗这里开始跌W 这个撤了 这个没法打 有毒狗的情况下 这个一级团是不可能能打过的 有毒狗的情况下 就算是你有AA 你都不一定能够接得住这个一级团 毒狗这个一级打团的能力太强了 但是毒狗过来插的这发眼 是为对方这个眼为针织 那这样的话这个眼一会就要变成钱了 你看这两个树人直接被叠几层 W就没了 他这个W一级就是你要跟他硬钢团的话 让他叠个五六层的话 直接一爆的话很有可能就秒了 大牛这个地方也是直接用这个影子撞一下野怪 然后自己再撞一下 找机会撞一下对方的英雄 回来多加一点光 然后开始跟对方队 大牛这个英雄 现在在前期 他其实我特别早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英雄 他在前期的压人能力非常强 他的这个仙祖之魂 尤其是在你如果你主生这个仙祖之魂的话 主生仙祖之魂前期一波兵 或者囤两波兵 就是对方拉一波野 你拿这个仙祖之魂去撞一点野 撞一波兵再撞一下对方的英雄 来回来以后 可以给你加差不多100点攻击力 然后这个时候再追着对方 很有可能就直接把对方给A死了 中路挑刀挑刀的这个名字又是加了一个blink 上路这个优鬼应该是被老虎给射中了 二级的老虎也是选择了一级剑一级流青 爆发也是高得很 但是这样的话 你这蓝就不要成问题了 老虎的出门装选择的是带足路补给 然后呢一个王者之戒 再加上两个先灵火 这个出门装的攻击力还是堆的比较高 但是我这个地方应该是录像bug 他现在的攻击力不可能只有47加4 两个先灵火就加4了 这个王者之戒还加7呢 这个怪被强盗 看下大牛这个位置 窗帮在这个地方又是漂亮 另外就是大牛这个英雄在前期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很多小蓝药的这个英雄 就如果能够有机会用C去补刀 然后呢不停地用C去耗血 这里给上一个CT 不过没有踩到对方的这个优鬼 这个如果踩到的话 老虎是想接剑的 不过一级的T接剑 说实话有点难 不太好接 这里中路的蝙蝠瓶子到手 美毒沙选择出的是一个大魔棒 加上一个鞋 还有一个买了一个风龙之纹 这个跳刀跳刀 我估计这场比赛他应该不会出跳了吧 我最近在用美毒沙的时候 我最近用美毒沙用的也是比较多 我最近发现美毒沙这个英雄 其实他也未尝不可出跳 就是为什么说他有可能也可以去出跳呢 就是这里开始给毒 有没有地 应该是有地的 但是他没用 就是你在开一个大招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全部都在往后跑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把跳刀 直接跳到对面的脸上 这个时候对方就所有的人都被你石化了 因为我最近经常是开始向位 追到别人的脸前面 然后把对方给石化掉 有一个跳刀的话未尝不可 不过我估计应该不会这么干 这个美毒沙出跳刀实在是有点太跳了 最近美毒沙这个英雄 就包括像小拿家 大小拿家 现在重新的又是开始被大家给拿出来了 因为在这个 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感觉是有点百花齐放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说 平衡性做的非常的好 各种各样的carry都可以拿出来去打 各种各样的阵容也都可以拿出来去用 有拖后期的 对吧 有拖能有能拖大后期的 那我就拖大后期 拖不了大后期的那种 我可以去推 推不了的呢 我就 推不了的我就找就是去抓人 反正总之现在这个版本就是一个 这波两个开悟的兽王加上VS 大牛这里一个CT 但是没有成功的救下来 这里还是被VS拿到了一起 而且这个大牛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危险 下路 先知是被虚空加上一个 先知加上谁啊 这是 这个虚空 先知被虚空加毒狗两个人给强杀了 上路的大牛也是被击杀 那这样的话 双方在这波接触当中是一波一换二 CDCY这边是占了一些便宜 诶 有鬼这个位置 有鬼有没有有鬼之刃 有那杀不了 美杜莎做出了自己的一个香味鞋 我最近尝试了一下 就是做香味和做假腿的美杜莎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做假腿的 出假腿的美杜莎补刀特别舒服 因为本身美杜莎的敏捷成长 还说得过去 2.5的敏捷成长 她的攻击力不是特别低 就是在有一些等级以后 攻击力不是特别低 不到出手 在有了假腿以后的出手也是很舒服 而且加的这30%攻速 在你打野的时候的帮助 其实是要比这个 我个人觉得是要比那个香味要大一些 不过出香味就是有一个好处 刚刚我说过的那个 你在开大了以后 如果对方是这种近战充脸的话 他你开大以后 这时候对方第一时间会被减速 然后他在转头跑的时候 你可以开香味穿过他 穿过到他身后 然后这个时候 他正好是他面对的那个方向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会被石化 然后你可以继续输出 现在在这点上 确实也是一个他的长处 这里虚空开始四级欺负对方 这个先知了 一号位的虚空 现在都是主被动的 主被动 然后-W 然后有大点大 这里受王六级第一波 找到这个大牛 这里射一剑 但是射在了一个鹰上 这个独狗来了 地一下这个大牛 掩护一下这个大牛车推 这里被叠了一层 那就那无所谓 这个如果是让独狗 在四级有二级的 这个W的情况下 如果叠的层数有点高的话 还真的有可能会直接死 这个优鬼 刚才那点血量 中路 中路 这里这个蝙蝠拉住了 跳到跳到以后 过来跳大 这个虚空一个大招定住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去了 这样的话便不是就去了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感觉还是一个势均力敌 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我们来看一下补刀方面 那补刀方面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WINS的补刀是领先的比较多 烈士路的这个老虎的补刀是远远高于对方的这个优鬼 优鬼打到现在为止只有20刀成果 老虎有40多刀 虚空已经有了将近60刀 这个差距 这个老虎 这个优鬼的补刀 为什么被压得这么惨 这里老虎 这波被对方游走 看一下这一波对方 还是追不上 这个老虎有点顺 等级非常高 六级有二级的跳 加上一个香味 所以这再加上一个魔伴 大魔伴 这波也是非常 是没办法这个感觉 小树童的蝙蝠在中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打出一个很好的效果 目前零杀一死零助攻 看一下这波开卧 八级蝙蝠三级火三级油一级大 一级瓶子 这里看到了大牛 那这个大牛肯定是去了 这个兽王可以省一个大 兽王可以省一个大 蝙蝠的大也没有放 下路的虚空 再继续去发育 看一下老虎的数据 零杀一死零助攻 相位天鹰界 加上一个宁魂之类的大魔伴 这个基础装做的也是非常足 这是要跟队友开卧 看这个走位应该是要跟队友 不对啊 为什么只有独狗开悟了这里 独狗这里有一发加速可以吃给老虎 这个是要走打一个开始要进行他们的关键组合了吗 这里看到一个先知地住 老虎这里一个加速直接一个星路直接秒掉啊 没有很多去射箭 这里对方的人全部都支援过来 这个独狗独狗这波感觉肯定是要死 看见老虎老虎有一个加速跳走 那这样的话还可以吧 上路大救一个CT并没有踩中人 中路的这个跳刀跳刀的美杜沙现在是相位天鹰大魔伴加上一个风铃之文 330的移速确实这个基础双做的还是比较足的 双方现在这场比赛感觉都是在把这个基础双尽量的做做多一点 美杜沙的这个加点选择的是一个主C父母法盾 然后一击哎这个地方要死贴身剑漂亮 射了一剑以后然后往撤队的方向射了一发贴脸剑 这个老虎如果有隐身服的话 他的满级的这个星路如果有隐身服直接贴脸给一下的话 这个伤害还是挺可观的 另外今天我来 因为由于这个比赛进来以后说了好多东西啊 所以也是连打广告都没有打 如果大家有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关注一下微博或者加一下我的Q群 如果各位能够不令打赏一下支持我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我也是非常感谢各位 这一拨冰直接一个星路加上大牛立脚踩轻掉 看一下这个大牛是不是也是一个主题果然 但是这个大牛很有意思没有加光环 这个塔这个塔双方攻击斗角了 成功被反驳 这一位打出来一个悬晕 这个小猪东不要去追 你这个开这种技能去追一个虚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 这虚空也是耿直 一定要站在这个火里去 这里大牛给上一个CT 再跳过来一下打晕 两下打死 Nice 兽王这里落地 一个大招吼住 大牛过来掩护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兽王也要走 这兽王要走啊 你不走再给一CT 你要死的亲 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大牛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之所以现在这么受大家欢迎 胜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太多人都比较 都有点太小瞧这英雄了 上路Wins这边又是莫名其妙的达成了一波双杀 又是一波莫名其妙的双杀 美族杀一个双倍美族杀 加上一个老虎 加上一个毒狗 这哥仨居然是能把上路的一个优鬼 加上VS给怼死 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CDCY这个阵容在面对Wins的时候 感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没见过这种阵容应该是可能 就是你说这个毒狗加老虎的一种关键组合吧 大家肯定都见过 对吧 职业不管是职业比赛还是什么地方 肯定都打过 或者类似的体系肯定都打过 关键组合加一个然后呢虚空加大牛的这种组合 大家应该也都见过 关键就是这两种组合放到一起 然后到大哥配了一个中单的美族杀 这种体系就不好弄了 而且他们走的还不是一个三号位的虚空 走的是一个一号位的虚空 这个阵容的爆发还真有 还真有你别说 而且由于虚空的这个点的存在 是可以把这个大牛的这个不稳定控 变成一个稳定控 不稳定输出变成一个稳定输出 下路老虎 下路老虎的这波单杀没有看清楚 那是怎么完成的 但是这波估计应该是射中 出意外应该是被射了一点 大牛来这里先放了一个大招 然后CT连击打出来 这样啊老虎开了一个大招 继续逃 CDCY这帮人想过来杀老虎 也是不带翻译 再给上一个D 优鬼之爱呢 这个老虎应该是去了 这里跳过来 毒狗用一个D救一手 虚空一个大招定住 大牛给上一个CT 踩住 老虎虽然还是死了 但是所有的人全部被留住 这里优鬼选择直接TP 应该是死不了 蝙蝠一个跳刀跳走 虚空还在追 哎 跳刀跳刀 这里看到了对方的一个蝙蝠 这个蝙蝠的跳刀刚刚用过 这波感觉好像很难逃 再给一刀 再给一剑 再给一剑 不要让跳出来 漂亮 再给一剑 有没有机会 还是被跳走了 还是被跳走了 大牛在下面被兽王 应该是带着小龙死人叔给怼死了 毒狗这里给上一个D 再给上一个W 这里优鬼直接被爆死 跳刀跳刀过来 给上一发秘书一折 不过这个血有点多这个兽王 锁上一个CD 锁完CD 这个兽王居然还自己放了个技能 那这样的话 这个移动速度更慢 老虎过来一剑射中以后 直接接着怼死 老虎又是用普通捡到了这个人头 捡人头捡得飞起 五杀两死两住钩 现在15分钟 双方11比7的一个人头数 讲道理的说 就现在这个版本 我个人真的是觉得 中单蝙蝠这个位置 就中单这个位置 打给蝙蝠的话 是比较 比较亏的一件事 因为蝙蝠 其实你让他去混猎失落 他发育的速度也差不了太多 如果是走跳刀流的话 一样这里一个CT 给上一个进化 大招拉回来 伤害打足 两层再给W三层 D咒再给四层 出来直接boss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伤害 满级的W 就这个暗影剧毒这个技能 满四级剧毒 再叠四层爆一下 就已经拥有500多的伤害 如果叠到五层的话 是1000多的伤害 1000多的魔法伤害 所以这个技能 真的是一个挺变态的 有机能 如果这个毒 还可以选择去出一个以太 然后再出一个纷争 这样的话 如果在团战的时候 你真的不小心 让他叠到你身上 叠了个四五层的话 可能爆一下 直接秒了 关键是他不光有 这个炸那一下的伤害 没炸的时候 他也有伤害 美图沙在补了三斤魔法盾以后 并没有把这个魔法盾补满 而是选择先把自己的 这个分裂剑给补满了 12级也没有选择 去升二级的大 而是一级的大 就这么打了 虚空又是有大招 直接跳上来 而且一个虚空的出装 也非常有意思 虚空直接出的是一个假腿 加上一个灵肯 对方全部都是这种强单体矿 VS加上兽王 这种强单体矿 还有蝙蝠 所以也是选择 优先出了一个灵肯 这里大牛再给上一个C 开一开视野 小猪童的这个蝙蝠 还好没有被踩到 但是由于 但是由于对方的人都位置都比较好 自己也是不敢往上拉 这里美毒杀的林肯也做出来 林肯被破这一剑 还好被挑刀躲开 我忘了切经济面板了 又忘了切经济面板了 这边对不起各位 现在经济方面 十七分半 美毒杀是九千二 非常的顺啊 这个美毒杀 五刀捕的比较多 133刀 这还拉了一波远古 我的天哪 这波远古美毒杀要发财了 这波远古打完一万多了 一万加了这个经济酒 上路也缺 这个地方先知被毒狗找到 那这波肯定是去了 先知这种英雄 单独面对毒狗的时候 是毫无胜算可言的 这个毒狗的英雄 单杀对方这种酱油 实在是太强了 就是我先叠你层 追着再叠你层 递住再叠你层 出来再叠你层 然后给上一个大招 你就死了 叠四层 这个毒狗在有了满级的地以后 清兵就是四层 四层是最稳的 三层清不掉这个金战兵 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你每个都A一下 每个都A到两下 然后三层就够了 但是四层肯定是最稳的 绝对是直接秒 这个地方 毒狗杀这里落地直接开大 这样啊 对方这波不敢接 不敢接团 看一下老虎开完大以后 这边有针眼 看到了 这个大牛给上一种CT 老虎一剑 虚空跳过来 定住了小竹童和兽王两个人 这样的话 VS换一手 救一下这个兽王 兽王枕头一个大 定住了虚空 幽鬼开大要过来打 虚空往回跳一手 幽鬼这个地方看一下 船到前面了 这里一个CT掩护一下 但是对方走的还是比较及时 虚空这里有林肯 逃的也是飞起 这波在追杀了这么半天以后 居然是没死人 那这样啊 CTCY这波亏大了 关键是让一个美毒杀 在不到20分钟的时候 有了1万多的经济 这个后边的团战就没法接了 你让一个美毒杀 20三四分钟 掏出一个 二十二十三分钟 你掏出一个林肯加上分身符 这个就开始直接带团推塔 你根本就不敢守 他现在没有掏出分身符 就已经开始推了 就带一个林肯一个单刀 就开始推塔了 而且这个正面团 你还没法上去打 你一上去打 对方的这个后边 大牛一个CT 虚空一个大招 大牛一个大招 然后老虎试鸽剑 毒狗叠一叠 这个 他这个剧毒 然后你这边都差不多了 老虎也是裸出一把一杖 那个三号尾老虎 二十分钟不到 就早早地出到了一杖 来 这个老虎 跳 跳 用完 那就去了 大招 开一发大招 这个招 美肚杀第一个支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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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然后后排藏的是一个谁 是一个钻到树林里面的VS 所有的人正面都选择车退 这个美肚杀 现在这个就是跟我给大家做的那个 天梯充分top10系列的那个节奏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美肚杀有一个呢 这个基础装强势 在这个美肚杀的装备 你发现这个他变成一个强势器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没办法的 一个CT直接踩死 老虎又收到一个VS人头 这里蝙蝠 蝙蝠 漂亮 蝙蝠直接过来收掉一个老虎 但是蝙蝠这里被收掉了 虚空一个大招盯着 能不能打出一个晕 能不能打出晕 没有打出来 15比9 这波方方式打成了一包 喝二 对于CTCY来说比较转 因为对方这个老虎很肥 这个结果绝对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对方这个美肚杀 美肚杀这个英雄 一旦他有了装备优势的时候 他去带团推的话 你很难去守 而且对方后手这人太多了 老虎可以给剑 可以开大 独偶可以救人 大牛可以CT 虚空可以跳大 他这个后手的技能实在是太多 甚至美肚杀自己都可以开大救 这边跳上来直接给手锁CD 这个VS 这个VS刚才这一波也是够猛的 先知又怎么怎么就死了 先知跑上来劫来了是吗 这疯了吗这是 蝙蝠这里跳一下 感觉是现在让WINS给追的 追的到处跑啊 这个满地图 这刚22分钟 在对方有美肚杀的情况下 22分钟被这美肚杀追的满地图跑 这VS也是有迷路被击杀 这样的话蝙蝠小树桶 那个蝙蝠看能不能走得掉 这个地方再撞一下 再给一个W还是跳不走 锁上CD 这老虎跳进来 直接一个双重星落 打出伤害 虚空跳过来以后 最后还是被老虎的一普攻 直接收到这个人头 这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呀 GCDC 完全是被对方打懵了 正面战场没法接 因为正面团他们现在 对方这个阵容 其实你要说出出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问题都在于大牛这个点 在大牛在的情况下 一个影子扔过去 你这边的基础裤甲被减到零 然后我美肚杀开着分裂剑 站在人群里面就不停的A 你想冲上来的时候 就是各种翻手技能对你脸上 这跳大过来以后 直接定出兽王 兽王又是毫无作为就死了 一根剑封一下这个VS的走位 不过这VS躲的还是非常及时 这样的下路高地就这么破了 就这么破了 这里毒狗的加上美肚杀的套路 也是可以确保一直不停的拥有一个幻象 另外就是毒狗创造出来的 这个美肚杀的幻象 攻击力和这个 攻击力非常高 而且同时非常的肉 这是一个毒狗特别强的一个地方 毒狗这个英雄他这个地 我特别早有一期我忘了什么时候给他做过一期 就是有一期视频里面有毒狗的英雄 我就跟大家说过 毒狗的一个后期 他这个崩裂禁锢的神迹 幻象承受的伤害只有150%点 然后幻象继承的伤害是75% 两个幻象就是150% 换句话说 他复制出来的这个人比他本体还要厉害 尤其是那种有攻击特效被动的那种英雄 比如像 像 那个敌法 像敌法 像这个 魅度沙 开着分裂剑的魅度沙 这一类的人 他复制出来就是个bug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恶心 这里跳刀 毒狗出了一把跳刀 秘法没看到 出一个跳 递住 你看这个游鬼 这游鬼被递出来以后两下 被自己的幻象就A死了 就这个VSJ想走有点 有点想多了 就什么敌法啊 幽鬼啊 然后就类似这种靠被动去混的 靠自己天生被动去打输出的这种人 在后期碰到 徐宫这里一个大招又是定住了先知 先知这波也迷了 一个双中星落 大牛一个C直接带走 这里四个幻象 你看这四个幻象 分身斧的幻象是什么属性啊 分身斧的幻象继承的伤害是400% 远程 就是美毒杀这样的单位 他继承的伤害是400% 呃承受的伤害 抱歉承受的伤害是400% 然后继承的这个攻击力 远程继承攻击力只继承28% 但是毒狗的这个东西 他的承受的伤害只有150% 继承伤害继承了75%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差距 好吧 那么这里CDCY也是直接打出去 那么恭喜Winson 是成功拿到了这一场 BOE的积分赛的比赛胜利 也是拿到了这个宝贵的积分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非常愉快的给大家带到这里 然后我再去挑一挑比赛 看看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比赛 比较野的路子 比较好看的阵容 呃 那么能够给大家带来 我是三号大叔 如果大家希望支持我的视频 那么欢迎各位加我的Q群 呃 关注我的微博以及打赏啊 非常感谢各位 好